孙岳是我国著名的女歌手 代表歌曲有 祝你平安 好人好梦 幸福快车 大家一起来等 她凭借祝你平安 荣获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 年度是她金曲奖 也凭借此歌 火遍了全国 在之后的歌坛事业上 她一帆风顺 是身家千万级别的女星 但是她在感情上 可是艰难曲折的 第一任男友是她的经纪人居鹏 两人在长时间接触中 慢慢的产生了感情 可是两人的保密工作 做得相当的好 六年间都没有被发现 但是男友在回家的路上 遇上几个小货魂 结果被杀害了 为此孙岳伤心了好久 孙岳的第二个男友是张俊仪 两人刚刚相处没几天 男友却被警察以诈骗罪带走 就这样第二段感情 还没有几天就结束了 她的第三个男友是李厚林 两人在相识的时候 李厚林身家过异 但是没过多久便破产了 两人的恋情也不了了之 此后孙岳便落上了一个 客夫的头鞋 前三个男友不是死亡 就是破绽 还有就是入狱 经历了这些事情后 他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客夫 于是便去找了个算命先生 去算了命 结果先生说 他脸有客夫相 于是他便开始去整容 这些整容果然还很有效 2005年 孙岳与吴飞舟在北京登记结婚 吴飞舟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CEO 据说身价过异 两人婚后月有一子 一家三口起了容容 整容后的他终于没有再客夫了 但是整的很多人都认不出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